为了在世界比赛当中可以有推出创新面包 最近两天在农业处长吴坤如的陪伴之下 台湾烘焙大师吴宝春特别到花莲严选在地好食材 为了找出美食背后的梦幻食材 特别和在地小农来交流 了解每一道食材特性 希望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出奇制胜 打败世界各国重量级的面包师傅宝春 最近这两天走访了花莲多个地区农会 与在地小农进行产品的交流 希望能够严选出在地美味打入世界冠军 我这次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是有 有他们用他们的杏仁豆 然后去烘烤烤之后去磨成泥 然后跟巧克力和在一起 然后做成面包非常好吃 那时候我回来我就在想说 花生酱 然后取代性的然后去做成巧克力 应该会非常好吃 古宝春师傅也表示 去年在参加意大利比赛的同时也发现 意大利与台湾相同 在农产品过剩的情况之下 加工后以烘焙或是餐厅食材 来解决过剩的问题 在借由这次呢就是去年去意大利比赛 其实同时还有学习 在意大利呢他们也有跟我们一样 就是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那他们是如何呢 运用这些农产品呢 然后去把它加工 然后再运用在烘焙里面 或是在餐厅的那个食材里面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这次呢也受那县长受邀 花园县县长受邀 然后来过来来那个花园这边 然后寻找食材 然后如何把它结合过去所学 在过去所学 然后把它应用在我们的那个产品里面 同时也能够了解农产品特性加以使用 其实我觉得它的豆奶是很顺口的 然后喝完之后啊 其实会想要一直在喝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也会去思考 就是如何把它应用在烘焙里面 因为豆奶把它加到面团里面的时候 要让它的味道呈现其实不容易的 但是呢我会想说看如何去把它做结合 成长于乡下的背景 让吴宝春师傅特别关注农民 更是因为多了一份体贴 使他更关心食材的健康 透过四方的探访 发掘在地好食材 让吴宝春与消费者农民 山营的共生共好之路 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健康而安心食用 记者凌杰风临正采访报道